而且一定會有放飯 但是外景就沒有了這件事 其實之前外景也有放飯中的 我們最早期的時候 這個是我入行的時候 為了大家要方便 其實其中一件事為了要 為什麼一定要吃飯盒呢? 就因為你化了股裝 是的 你化了股裝 難道我叫你出去出一些食肆 很奇怪的 自己也覺得外眼 所以給你一個飯盒 就簡單方便一點 但是原來回溯我們之前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記得 在彩虹村 因為以前我們外景一定是在西貢 很多地方都是西貢 所以通常來講 有些阿姐 某茶流韻的彩虹村 是的 因為這些阿姐、阿哥就會告訴你 整天都吃飯盒 有些新鮮 有時候導演 你知道拍得很快 爽手 有些導演很快的導演 既然是這樣的話 不如放一放飯 好嗎? 放快的時候 輸一下筋骨 輸一下筋骨 那怎麼辦? 行了 勤大了 原來那時候 在彩虹村 應該叫做 清水灣渡下來 清水灣渡下來的時候 那裡有一間酒樓 很大間 撞口撞臉 會見到很多明星 有 如果是街坊應該會知道 有很多的 因為附近就有停車場 停車場便便宜 方便是師傅泊車 通常有師傅泊車 便帶來了 所以通常來說 那裡的街坊 我真的見怪不怪了 你就會見到所有那些 穿著全部的 穿著頭套 穿著頭套 穿著整套古裝 就在那裡喝茶 是啊 大家經常都是奇景 我常不流行打卡 不然應該真的打卡不錯 所以我們經常都說 現在的藝人 跟以前的藝人 有些不同的地方 現在的親民就是這個意思 大家去到那時候 旁邊喝茶就會見到 見到盧海鵬 那天我和你喝茶 也有人和你戴上呼吸 是啊 大家已經變得很親密 他跟以前說 多難得才能見到一個明星 以前是不同的 是吧 所以 以前有這樣的不成文規定 但是始終就是說 要吃飯 很多時候 我知道的 有些人 特地進來 希望可以做到 臨時演員 都是為了飯盒的 真的 因為你想想 你做了一天 只有一個一百元 真是好說不定 我真的不怕 告訴大家 只有一個百多元 你想想 如果若然是一個 正常的人 如果你要打工的話 百多元就更大 不會選擇這些工組 但是他們就算了 看一條手 有什麼呢 因為 其實很簡單 你想想 我有車進去 是啊 我有車的交通工具 你有車 我去到那裡 然後我有個飯盒 有錢收 可以看明星 看拍戲 是啊 是啊 所以他們就 那時候 有段時間 真的有些 群眾演員 真的希望吹之若谷 可以進去電視台 也好 尤其是電影 因為電影的伙食 是好很多的 所以大部分很希望 一有電影的話 大家就去 他手就去 去我去 那時候真的是 是的 他們拍戲的目的 就是為了一個飯盒 是吧 但是剛才也說了 為什麼電影圈那些 那麼吹之若谷 就因為其實 我們電影圈有些人 很有趣的 吃飯 都要講豪氣 是啊 有些當然 他們未必會為及到 所有的人 通常來說 我們知道 他們豪氣有分等級 第一級 當然不用說了 一定是演員 同場的所有的演員 明星 哥哥 姐姐 通常都是這樣 當然會為及還有導演 還有副導演 是不是 接著 第二個級別就是工作人員 所有工作人員 crew 攝影師 德光師 全部都有 包括 到了第三個級別 如果那個更豪氣的話 不用說了 就連在全場所有的 包括那些臨時演員 群眾演員 全部都有的 所以你想想 一天可以吃幾餐 真的很開心 當然開心 對 我知道 以前曾經聽說 幾個 那個就是我未知 我的最真實 就是阿肥姐 阿肥姐真的 每一次他拍電影 因為我跟他 在跟電視台合作之前 我在電影的時候 已經合作過 他真的不是開玩笑 他天天萬歲 而且好像說 是不是傳聞說 會帶些鮑魚給一些 可能未必每個人吃到鮑魚 但是起碼他們那些演員 都會 整天賣魚鮑魚 我沒吃過鮑魚 因為你很喜歡吃鮑魚 你沒吃過 我那時候 我在拍電影的時候 還沒吃過鮑魚 但是 他真的很豪氣 他每天都萬歲 不是下午茶 就一定 下午茶就不用說了 大家都 你有你的蛋字 我有我的蛋餐 所以大家都很不懂 這是第一個 這是傳聞來的 聽說是來自 他每一次的開工 他都很喜歡一定要吃一樣東西 他一定會為所有工作人員 就是個個都有的 他最喜歡吃什麼呢 生箭鮑 而且是一間 當時 現在還在 一間上海店的生箭鮑 是不是因為家鄉食物呢 沒錯 因為他是上海人 他很喜歡吃生箭鮑 一來的時候 那間也是 當然不是他 是啊 不是他 你無盾去到多少 山卡也好 他一定拿很大塊錢 不是紅色那些 一定是金色那些 然後他就拿一些金色的 劇目幫我 搞定他 然後幫我買 不是買一個半個 或者幾十個 是買百幾二百個 生箭鮑回來派的 哇 是啊 只是吃麵包而已 哈哈 這樣也夠了 那是 一份心意來的 一份心意來的 對的 所以有利子在這裡 你一定有上海食物 當然 有時候 如果大家同時 不只吃生蕉包 如果是演員之間 就有很多 譬如像上海食物 大家都有 是吧